所以我放進去之後 我基本上就可以安心的確保 這個裡頭是不會被病菌感染的 2月6號 開始有實名制的口罩分發了 一個禮拜只能領兩片 對 這樣子夠用嗎 陳醫師 你知道如果以我們真正說 在做預防的這個措施 我們會鼓勵一個口罩 確實要四個小時更換一次 四個小時就要更換一次 對 但其實大家真的沒有遇過 像這一次這種狀態是 其實一口罩難求 真的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沒有需要 待會聽這一段非常重要 因為陳醫師待會告訴你們 是怎麼樣我們好好的珍惜 這兩片口罩的扣打 要用得很在黃金時期 對 我們現在接下來講的 都是在這個特殊時期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 特殊的觀念去宣導大家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到底什麼人該戴口罩 假設你是有疾病的人 你就一定要戴口罩 你是健康人在通風處 不用戴口罩 但是你是健康人 到了一個密閉空間 例如是一個捷運 一個這個高鐵上 那我就請你還是要戴的口罩 這樣的做法 其實你就可以省掉一部分 這個口罩的大量消耗的使用 了解 我們家就有現在多了一個小牆 牆壁上呢我們就會給它 歸納日期 禮拜一到禮拜天 然後呢每一天每一個禮拜的 那個日期我們就會用一個口罩 然後我就會把它掛在 那個禮拜一的地方 然後我會讓它 因為牆壁我會預設它是比較乾淨 沒有被接觸到的 我會把乾淨的這邊面對的牆壁掛著 然後我會這個時期啦 我會用一些比如說可以 馬上蒸發的酒精 去噴我的這個外面的防水層 但我不會讓這個內側的吸水層 噴到我們的酒精 好 那接下來呢 我隔天開始我就不戴這個口罩 我會戴其他天的口罩 原理是什麼 這有兩個原理 第一個原理是 其實我們外側是防水層 內側是吸水層 所以我外側是預設它會 這個有病菌是會卡在外側的 所以我如果假設 我把外側的病菌 用我們現在認為比較理想的方式 叫75%的酒精消毒後 它可能第一步會先死掉部分的 病菌 好 再來呢 病菌其實 這一次的新型冠狀病毒 它喜歡坐落的是人類 所以它不喜歡在口罩上 它可能過了兩三天後 它會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反覆使用 不是叫你今天用完明天用 是叫你用完後 隔了兩天到三天 因為我們目前不確定它的一個 躺在 對它的一個存活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會 保守一點就是 如果你現在手上的口罩 是可以兩天循環一次 你就兩天循環一次 你能四天循環一次 越久越好 所以我家就放了七天份的口罩 一個禮拜循環一次 然後讓它在乾燥通風的地方 它就可以確保 內側不會有 黴菌的問題 外側的病毒 也可能有部分被殺死了 了解 這是真相大白 因為這是非常時期的用法 一定會戴的一個東西叫 夾鏈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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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收納法 第一個假設我現在戴著口罩之後 我要脫下來前 我會先請你的手先消毒過 對 雙手一定要洗 對 因為我們即將會碰到的就是 內側 我們這個乾淨的區域 我們就要去想像 接下來 因為這一個口罩 會放進收納的地方 對 我們要希望收納的地方 也是持續保持乾淨 而不是病毒 被戴進你的包包裡頭 所以我們第一個做法是 當我拿下口罩 我會請你反折 好 我會請你反折 好 反折在白色這一面 就是內側這一面 是對外的 好 那第二步我會再反折一次 所以我為什麼說 手乾淨很重要 因為你可能會折到你的口罩 天啊 這跟我在 在做的是完全相反 為什麼我會叫你做這件事情 天啊 因為呢 我們要放進了這一個 這個夾鏈帶 理論上它裡頭要是乾淨的 好 所以我放進去之後 我基本上就可以安心的確保 這個裡頭是不會被病菌感染的 對 我換言之喔 假設我上面這個地方沾了病毒 髒的 我這樣子折 我就是這樣折 那你的現在迷力可能蠻強的 假設你真的不幸遇到的是 含有病毒的人 他就被放進了這個夾鏈帶 所以你下一次 不管你放的是乾淨的髒的 這個夾鏈帶就會把病毒再戴到下一個口罩 而且會同時間把乾淨的地方也弄髒了 對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收納的方式的重點就是 你給他一個乾淨的袋子 然後接下來用乾淨的面去碰這個袋子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一定要重視的一個點 我來看看 我來看看 谢谢观看